車輛車輛 好,歡迎大家收看拍車輛的真實車評節目 一直以來都有很多新手駕駛者 私信我們關於入門車的東西 今天我介紹了一部我自己都頗喜歡的入門車 就是日產 Note 的 Aero 其實自 2016 年小改款之後 Aero 版本加入了很多新的套景 令這輛車增添了不少活力 在我們繼續看之前,大家記得了 拍車輛每個星期都會製作很多汽車資訊影片 記得先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 按了按鈕,我們便開始了 日產 Note 車屬於小型家庭車之選 直接競爭對手有 Honda Jazz 1.3 Toyota Spee,馬士德2 Volkswagen 的 Polo 等等 而 Note 在日本同樣是極為受歡迎的車款 亦推出過很多版本 香港沒有,而個人很想引入的 E-Power 版本 便是其中之一了 我亦有幸曾經在日本使的 Nismo 版本 今次的 Note Aero 雖然說穿了,只是加裝了叫做 Aero 的新套件 包括有破風頭順 擾流尾裙 亦增設了黑色車頂和尾翼 而家族式的 V-Motion 鬼面罩當然不會少得 這些新增的套件 其實都令到本來外觀好家庭向的 Note 變得更具有跑味之外 亦稍微提升了行車的穩定性 所以也不是只有一個靚字 令到外觀更英俊,跑味更濃 其實都是因為想買車買得更好 香港好奇 大家都想找一輛家庭車 但偏偏,家庭尾廠的車比較難以推銷 就算了 Note 的尾箱,若是經常日本自駕的朋友 相信都不會陌生 而且亦會很驚嘆它內內 尾箱空間的實用度 大家可以看到尾箱的官方數字是330 公升 如果將後排在房間躺平後 其實它的容量會變得更廣闊 雖然左右兩邊用上硬的膠 不過整體影響度不大 因為它都用了很多絨毛面 所以大家不怕刮花 下層有一個可以擺放雜物的儲存空間 但大家要留意它沒有一個電源插頭 所以都頗粗粗粗的 這個行李箱的雜物架,這樣就可以安裝上去 上面有少許的儲存空間 讓它擺放少許的雜物都沒有問題 而下方亦有兩個用硬的塑膠 而製成的少許的儲存空間 看看水瓶或少許的濕貨都沒有問題 車廂的設計其實是偏向簡單和簡約的 用上很多都是塑膠料 軟身的塑膠、硬身的塑膠 看上去是很入門級的感覺 不過這輛車不需要二十萬車價 所有東西都會明白的 而且它也盡量讓這輛車看上去 都會有少許高級的味道 例如它中控台的部份 都會盡量用上黑色鋼琴漆 用上銀色倒落線條 加上這個軚盤是三幅式的賽車軚盤 它已經盡量讓這輛車感覺上豪華一點 有少許跑尾及熱血感給這輛車主 這張椅子雖然是私隆椅,坐得都頗舒服的 它可以加上Option,令它變成皮椅 我個人不喜歡這輛車變成皮椅 但我知道很多香港車主喜歡 內容的座椅是皮椅 所以大家都可以加錢做到這件事 如果是泊車男,若果是一個史上後座腿部 最闊落的空間小型車比賽的話 這輛日產套必定能夠進入頭三甲 為何呢?它軸距有2600mm長 營造出2065mm的前後乘坐空間 我是1600cm 高 大家看到我這樣坐在這裏 我伸直了腳,都沒有問題 即使把前面的座位移到最後 好了,移到最後 大家看到依然有足夠推步空間 有多少呢?兩個拳頭那麼高 我頂部空間沒用之宜了 有兩個多拳頭那麼多的空間 即使你是六尺高 都會覺得這個位置的空間非常寬闊 論偷偷技術 日本人認第二,都沒有人膽量認第一 我們現在就試駕駛Aero版的日產車輪 其實引擎沒有改變 依然都是那一副1.2L 3起缸 Super Charge 的引擎 首先這副引擎是由March 引擎改成的 而這副引擎的有趣之處 當然就是它的Super Charge 因為這 Super Charge 是用電子燃油器 去控制它的開關 怎樣叫做控制的開關呢? 就是它的有趣的開關位 當你平常不踩的時候 它只是一副普通的1.2L 3缸的引擎 當你被大腳踩 電子離合器就會開啟了 它就會令Super Charge 介入而增壓 而有爆發力 當然因為它的天生馬力不是太強 98 匹馬力、142 Nm 歐力 所以這個Super Charge 的機械增壓 只能夠為有時爬頭 有時想高速或是爬頭之用 波棍旁邊有一個按鈕 便可以拍到S模式 轉數會提升較高一點 保持著較高一點的轉數 在騰車時的提速度會更加好 這輛車經常是CVT 擺放CVT 其實CVT 的好處是 當然大家都很清楚 它是節省油、高效能 但始終它沒有波段轉 所以我們要提出各樣東西 只能夠因應它的轉數高低低 而作出相應的反應 頭一段路,當你起步 踩下去時就會有Wire Send 的感覺 因為你會很快 很快便會飛出去 提速度很快 剛才我試過幾次都是很舒服 它的提速度很順 亦爆發力很足夠 所以頭段是不錯的 但CVT 最大問題是你沒有中後段 當你踩出去,你去到高速公路 你想再快一點時 因為你的轉數會降低 亦沒有波段給你調校 所以你又要等待它的轉數提升速度 令到波箱的轉換比率 去到某個水平 這樣它的扭力才會再發揮出來 對於一般的用家來說 CVT 波箱的確實有不錯的好處 高效能、節省油 官方的數字是一公升走到24.8公里 這個數字非常不錯 但實際使用更厲害 其實我現在實測在電腦顯示給我看 一公升走到30公里 回到香港的油價 其實都是五、六毫子就完成了 非常厲害 如果你有油卡的話 還可以省得多些 如果大家想再省油一點 其實可以轉到ECO Mode ECO Mode 只是在波棍下方 按了之後 它就會完完全全轉 變成一部1.2公升三氣缸引擎 就會將Supercharger 全全都刪除 看不及踩都踩不到 剛才試過一轉 我發現完全沒有力氣 所以我覺得普通 Mode 都很足夠用 ECO Mode 可能在塞車 例如過去塞車就用ECO Mode 走得更好 否則平時用普通的模式去走 都已經很足夠用 有一個不錯的感覺 就是上到車的三幅式賽車軚盤 是非常有感覺的 而且它很實在 電子軚來說它很實實 譬如我經常說我是喜歡軚盤實在的人 不喜歡輕飄飄 所以一上到車 一觸摸到這輛軚盤 就已經感覺到有一個很好的駕駛感覺 在三點位和九點位時 有一個很自然流露了一些熱血的味道出現 另外要說一下就是它的寧靜度 寧靜度其實這些小型的日本車 大家也不能夠有太多的期待 其實風聲已經隔絕差不多八成了 但我仍然會聽到一小許的風聲 但我覺得問題不算很大 可能我自己也習慣一類型日本的車 我自己習慣了 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不算很嚴重 引擎聲在底盤傳出來 其實都很大聲的 引擎聲又不是十二塔 即是不是很美 那天買得到這輛軚盤就預撞了 一輛二十萬不用的車 你還想怎樣 那就自己加一下隔絕措施 這輛車就跟大家試駕完 評測完 這輛日刊NOTX Aero 版 即是賣18萬多 但已經有齊了 空間十足、節省油 亦有駕駛樂趣 大家不喜歡Aero 版 不要緊 買到標準版都是16萬多 非常有競爭力 不過從我角度來看 有兩個決定性的因素 第一個就是品牌 第二個就是二手介 不知道你有怎樣看 不妨在下面留言區和我一起討論 下次再和大家試駕駛